到底一家四口在日本生活一個月要花多少錢 今集為大家揭曉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nna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在日本生活一個月要花多少錢 我們在五月份做了一個統計 剛剛對上五月份 我們大概花了19萬日圓 做了一個一般的日常開支 詳情在這裡 可以看到一個表的 買送錢 我們在吃的方面 大約用了77,000日圓 你們看片都知道 我們平時整家人的食量有多少 我們是任吃的 好像放題一樣吃 都不會拿著的 如果你們再節省一點 一家人的洗費 我想還可以再少三分之一 可能三四千都可以過活到的 吃那方面 這個五月份的買送錢 裡面其實已經包含了六月份 而買送錢 我們在五月尾的時候 在Costco已經買了整個月的肉 在六月份來說 只要買一些新鮮菜 或者偶爾看到一些特價的新鮮肉 就可以了 我們都經常在家燒烤 燒了兩次食物 還有在家吃燒肉 做韓燒 還有我們都會在家打幾次電路 善食費那裡 其實還可以再節省一點 出街吃 這個出街吃 真的是外食費 我們是花了二萬二千日圓 我們平時大概每個星期都會出一次街吃飯 沒有說吃很奢侈的東西 都是吃一般的餐廳 我們都是吃Food Court McDonald 在Costco那裡買薄餅 還有吃了兩次回轉壽司 其實還可以再節省一點 如果一個月出去吃一次飯的話 那洗費也沒那麼大 日用品 一般日常生活品 我們是花了二千多日圓 那些通常就是買洗潔精 買洗衣液 可能換個燈膽 這些都是日常開支 交通費 交通費花了六百日圓 這六百日圓是怎樣來的呢 這六百日圓是停車場 我都會進去交通費 平時都很少會去搭車 因為我住鄉村地區 大部份的停車場都是免費 即是偶爾出市區 要花一點泊車錢 服裝費 那這個服裝費 服裝費我們今個月是沒有買衣服的 那今個月我們都沒有去逛街的 所以我們都沒有服裝費 這個開支 那衣服其實是很封建油人的 便宜又便宜著 貴又貴著 脆味 之後的行業就是脆味 我們花了二萬二千日圓 二萬二千日圓這個數點 我們今個月因為有蜜珠生日 我們買了玩具 還有買了生日蛋糕 給蜜珠 它也會有這個洗費 還有買多了兩張露營蛋 所以就會有這個洗費 上學錢 下一個類別就是丸仔學校要用的洗費 今個月會比較多 因為五月份幫我們買了夏季校服 買了兩套衣服 因為兩套校服都是八千七日圓的 而且丸仔每個月有二千日圓的零用 那有萬一日圓就是今個學期 開始要交的膳食費 那就是萬一日圓 四月和五月的午餐錢 好 接著下一欄就是基本生活費 基本生活費用了二千二日圓 就是哥哥和爸爸去剪了一次頭髮 那個只是剪劉海 蜜珠做了一休 光頭 光頭美不美 他們兩個要出去見人 就寫了二千二日圓剪頭髮 我就省錢給蜜珠買玩具 入油 之後到下一個類別就是入油 好 平時入油也要淺 我們平時去哪裏呢 我們都是任渣 沒有特別去看的 我們平時都會去和歌山 比較遠的路程 我們都不會去就住 遠一點就不去 一定要去近一點的地方 今個月的油錢 大約用了七千日圓 我們平時是特意去和歌山入油 因為那裏便宜很多 八三日圓一公升 所以都會去那裏買菜 順便入油 好 娛樂費 下一欄就是娛樂費 平時我們一家人都會有些娛樂 例如去釣魚呀 夜跑公仔呀 去郊遊的時候都會買飲料 那這一筆錢呢 我都會計算在娛樂費裡面 那去釣魚也要買魚餌 那去釣魚也要買魚餌 那娛樂費呢 就小了大約1日圓 那娛樂費呢 那娛樂費呢 那娛樂費也會包含扭蛋錢 那也總要給娛樂一家人去玩 那麽豬的洗費 好 接著對落那一欄呢 就是娛樂費的洗費 那五月份呢 就花了15000日圓 那些錢是花了去兼的呢 那裡面就包含了娛樂費的奶粉錢 那又買一些書給她 做一下練習 用來教她 因為始終她沒有回Paygroup 都想她有些東西學 這個時候都不會給她回Paygroup 你不擔心我都擔心 對不對 那麼危險 那麽豬的洗費裡面呢 我們包含了買玩具給她的 那至於麽豬的尿片呢 平時我們就一次過 買了三四個月的尿片份量 都是等她特價的時候才買 醫療 醫療那裡就金了 今個月大概花了一萬日圓 因為我就看了四次醫生 裡面呢 有兩次是看皮膚科 你們都知道我有濕疹的 不知道的話呢 就看我之前拍的影片 有關講醫療的 今個月還要無端端分了一隻牙 要到牙筋 那裡也是一千多日圓一次 那所以呢 今個月就看了四次醫生 那在這個日本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底下呢 我真的賺光了 這個都是花了一萬多日圓左右 那如果在香港來說呢 就應該做不到七百元 看兩次皮膚科 還有補兩次牙 你們應該沒有那麼多醫療費的 不用太擔心 我這些打擺而已 其他雜費 這裡看到一個數目 大約今個月的洗費 總額呢 就是十九萬五千英 但是呢 還有其他水電匯費的 水費 水費 水費來說呢 就是兩個月交一次的 那這張就是 鈔錶完臨時鈔錶的單 他鈔錶完那張單 就會直接放在我們的信箱裡 遲些就會寄回正式的單據 那收到正式單據之後呢 在便利店的地方交回就可以了 那可以在這裡看到呢 那些水費真的很貴 每個月都三千多日圓 二百零港幣 那在水費方面呢 你想想 日本在沖廁那裏都是用淡水的 那裏都是一個開支來的 電費、煤氣費 那電費和煤氣費 其實我都覺得日本來講 是比較貴的 那我們的煤氣費和電費 加起來呢 大約13日圓左右 好了 那這張單呢 就是我們的煤氣費單 和電費單 我們都是用同一間公司的 那這裏的煤氣費呢 是寫著GAS料金的 那這裏呢 大約五千多日圓一個月左右 那也都因為是五月份 所以我們已經沒有開暖氣 也都沒有開抽濕的 這個煤氣費呢 我們只用來煮飯和洗澡 那電費那方面呢 它就是寫著電器料金 那今個月呢 就大約八千五日圓左右 好貴呀 好像漏電那些電費 真的 還有呢 這四月五月這些月份 其實我們還沒有開冷氣的 到時候開了冷氣條 數字更恐怖 家居上網費 家居上網 家居上網 就八千二日圓一個月 我們其實是用SoftBand的 手提電話費 我自己的電話費呢 是二千四日圓一個月 總結 今個月的日常開支呢 就花了二十一萬五千日圓 這個是未加上我們的稅金 大家都知道 四月五月呢 是有這個萬稅國的交稅季節來的 如果想了解稅金的話呢 我們可以遲些開一集來講 一家人在日本生活一個月 大約就用一萬五元左右 我們就不會特別去 去好量度 這樣用的 因為我們都想一家人過的日子 有些生活質素 如果省的話呢 其實數字可以再少些 一萬元一家人一個月 我想都沒有問題的 那些東西呢 我們都是應省得省 該洗的也會洗的 下一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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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 訂閱 訂閱 讚 讚好 分享 讚 讚 今天節目來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LIKE 分享給朋友 還有留言 下一集再見 拜拜 這裡 好嗎 好嗎 又畫了嗎 mist 那些溝靛 找個玩具吧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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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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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